2010年,姚晨与林霄素结束了七年的婚姻 一夜之间,林霄素成了现代版城市美 而另一主角唐一飞也成了万人唾弃的小三 然而万万想不到,最近却有人来给林霄素翻案了 9月17日,有人爆料称 姚晨与林霄素离婚是因为女方先后出轨三次 男方夺此言两,最终忍无可忍才选择离婚 据说,2003年姚林两人婚前 姚晨在拍摄《都市男女》期间多次与男演员裹进林优惠 事后姚晨向林霄素忏悔 林霄素不仅原谅了姚晨,两人还领了证,结了婚 但婚后,姚晨仍然难耐寂寞,主动向林霄素坦白 自己在拍摄《房前屋后》时,跟演员周小斌的弟弟周小刚在一起了 但林霄素出于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再一次选择了原谅 直到2008年,姚晨拍摄电视剧《潜伏》 再次背着丈夫与演员孙洪雷一天来往 林霄素最终忍无可忍,两人开始了名存实亡的婚姻 后来,林霄素认识了唐一飞,最终背负骂名,结束了吕姚晨的婚姻 怎么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诞吧 而这个故事的爆料者,就是曾经爆料百进事件的知名爆料人,巨春雷 虽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目前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那么事件的真相自然也无从辨别了 有苦全日的整理报道 2010年,姚晨与林霄素结束了七年的婚姻 一夜之间,林霄素成了现代版城市美 而另一主角唐一飞也成了万人唾弃的小三 然而万万想不到,最近却有人来给林霄素翻案了 9月17日,有人爆料称,姚晨与林霄素离婚是因为女方先后出轨三次 男方夺起原谅,最终忍无可忍才选择离婚 据说,2003年,姚林两人婚前 姚晨在拍摄都市男女期间多次与男演员裹进林优惠 事后姚晨向林霄素忏悔 林霄素不仅原谅了姚晨,两人还领了证,结了婚 但婚后,姚晨仍然难耐寂寞,主动向林霄素坦白 自己在拍摄房前屋后时,跟演员周小斌的弟弟周小刚在一起了 但林霄素出于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再一次选择了原谅 直到2008年,姚晨拍摄电视剧《潜伏》 再次背着丈夫与演员孙洪雷一天来往 林霄素最终忍无可忍,两人开始了名存实亡的婚姻 后来,林霄素认识了唐一飞,最终背负骂名,结束了与姚晨的婚姻 怎么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诞吧 而这个故事的爆料,2010年,姚晨与林霄素结束了七年的婚姻 一夜之间,林霄素成了现代版城市美,而另一主角唐一飞也成了万人唾弃的小三 然而万万想不到,最近却有人来给林霄素翻案了 9月17日,有人爆料称,姚晨与林霄素离婚是因为女方先后出轨三次 男方夺此原谅,最终忍无可忍,才选择离婚 据说,2003年姚林两人婚前,姚晨在拍摄都市男女期间多次与男演员果敬林优惠 事后姚晨向林霄素忏悔,林霄素不仅原谅了姚晨,两人还领了证,结了婚 但婚后,姚晨仍然难耐寂寞,主动向林霄素坦白 自己在拍摄《房前屋后》时,跟演员周小斌的弟弟周小刚在一起了 但林霄素出于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再一次选择了原谅 直到2008年,姚晨拍摄电视剧《潜伏》 再次背着丈夫与演员孙洪雷一切来往 林霄素最终忍无可忍,两人开始了名存实亡的婚姻 后来林霄素认识了唐一飞,最终背负骂名,结束了李姚晨的婚姻 怎么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诞吧 而这个故事的爆料者就是曾经爆料百姓事件的知名爆料人聚春雷 虽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但目前并没有任何实时依据 那么事件的真相自然也无从辨别了 有口诚的整理报道 2010年,姚晨与林霄素结束了7年的婚姻 一夜之间,林霄素成了现代版城市美 而另一主角唐一飞也成了万人唾弃的小三 然而万万想不到,最近却有人来给林霄素翻案了 9月17日,有人爆料称 姚晨与林霄素离婚是因为女方先后出轨三次 男方夺起原谅,最终忍无可忍才选择离婚 据说,2003年